原本没什么食欲的慈禧 一听这道菜 立马来了兴趣 身旁的丫鬟一眼认出 上菜的正是郎中汤圆圆 而汤圆圆一看是自己上次一过的贵妇 立马上前求救 谈话间 慈禧听她躲了一天没吃饭 变大发善心要她一起用善 可不知情的汤圆圆 还准备和慈禧在龙椅上挤一挤 规矩 什么规矩 我就是规矩 汤圆圆坐在龙椅上 看着这一桌子丰盛的菜 也不由得对慈禧的身份产生了好奇 于是再次开动